我们中国功夫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的是我跟你根本不发生任何身体的接触 我就能伤人于千里之外 我可以杀人于无形 就像我们在功夫当中看到包租婆 包租婆的那个思吼公好厉害的 包租婆这一嗓子喊过去之后 就像十二级台风呜呜地刮过来一样 强倒污塌 连人身上的衣服裤子都能被刮得干干净净 过去的电影当中 描写这种声波的场面不是没有 有但是都很笨拙 我记得我看过影片叫做六指琴魔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里面有一段林青霞在谈古琴杀人的场面 当时导演为了增加这个效果 就加了一圈一圈像电磁波一样的波纹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可能还真的以为是林青霞爆了一个电台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技术所限 他不可能表现得这么出神入化 因此说把林青霞这段弹琴的镜头 和我们在功夫当中看到的天蚕地蚕兄弟 表演的这个鼓琴波动拳的场面一笔 那就是小无间大物了 朱龙城寨三大高手 苦力强 裁缝 油炸鬼 击败斧头帮 一战成名 斧头帮于是请来琴魔 天蚕地蚕 黑夜里 天蚕地蚕兄弟合奏一台古琴 琴声如行云流水 却暗藏杀机 就连过路的野猫也难逃被腰斩的恶运 但这场特技的制作 当初曾令特技师们苦恼不已 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刚之后 这故事大刚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里面的素材 画一些血迹 一些分镜头出来 也画一些血迹的图 比如说这个动作是怎么样 他们弹琴的感觉 最夸张的程度是可以夸张到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由于天蚕地蚕兄弟是用琴声杀人 对决的双方几乎没有身体接触 这给动作之道袁和平出了难题 在多次排演之后 我们看到影片中 天蚕地蚕兄弟波动琴弦 奏响孤琴波动拳 音波化作武器攻向对手 油炸鬼则使出五郎八卦棍 攻向天蚕地蚕兄弟 油炸鬼高阶低挡 最后拼尽全力 飞身刺向天蚕地蚕 眼看枪尖已触及琴弦 突然间天蚕地蚕 猛然发力 油炸鬼被击退 整套动作编排巧妙 结合电脑特技 让观众第一次体验到了 琴声的独特卑力 很多不同的特效 有拳头 有琴 有鬼兵 有普通的剑仔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武器 但是我们要将这段戏里边 怎么去由一个叫做零 由一个最平复的时候 慢慢去到一个高潮 琴摩大战的高潮是 包租公包租婆 与天蚕地蚕兄弟对决 天蚕地蚕将琴声发挥到极限 这时突然从音波中 出现一大群面目猙獰的鬼兵 包租婆以牙还牙 以施后功摧毁了鬼兵 令天蚕地蚕精神失诚 无功尽费 其中鬼兵的造型 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就利用了红色的元素 然后又摆一些以前古代的 例如梳和一些旧的感觉 那就变成了会好一点 看出来是中国的感觉 琴摩大战一场戏 50名特技师用了半年才制作完成 对决双方均以无形兵器较量 观众既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功夫电影中 硬桥硬马的无大动作 又可以见到借助电脑特技 展现的功夫的无形威力 其中以前生杀人的段落 既紧张侧击又充满创意 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一种 全新的功夫电影境界出现在眼前 电影功夫中 共有550个电脑特技镜头 连一个烟花都不放过 阿星被包租婆追赶的一场戏中 两个人的腿像车轮一样快 既精彩又搞错 阿星被霍云鞋神爆打的一场戏 全部镜头由电脑特技合成 表现了阿星被打的惨烈 电影结尾处 当阿星被霍云鞋神一头撞到半空中时 特技师还要计算出 他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速度 力量等各项才数 让他一个标准的自由落体运动 从一跳起来 使影片更具震撼力 另外我们在影片当中还欣赏到了其他几种曾经名造一时的武功 比如十二路弹腿 红夹铁线拳 五郎八卦棍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那三位演员都是武林中人 使得那都是真功夫 所以说我们中华武术博大精神远远流长 功夫这两个字 又岂是几套拳脚长法能够概括得了的 功夫一上市 票房大热 那么导演也表示了很快将会推出续集 我们相信在这种新的电脑特技的指引之下 周星驰还会为我们打造一个全新的功夫的世界 不过在节目的最后 我还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您 功夫这部影片当中 里面展现出来的功夫有真有假 这就得需要您有一双会演了 好 感谢收看今天走进科学 下期节目再见